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爽感与错觉 为了预热一下气氛 请大家把选飞打在公屏上 看视频不投币是想白嫖吗 赞来了没 关注了没 谢谢黑赞们 先来说一说高产美颜后代的摩纳哥王室吧 摩纳哥是一个面积才两平方公里的袖珍国家 但它是世界上房价最贵的地方 摩纳哥王室很有钱 全球王室财富排名前十位 光是亲王奥尔贝二世的个人资产 就超过了十亿美元 最著名的就是被称为全球最帅王子的安德烈 曾陆选人物周刊全球最美50人名单 小时候很正态 亲属男时期也像童话里走出来的王子 但是可惜生孩子后长成了 没错 人家已经取了哥伦比亚的首富千金 铁言的今晚的作梦对象 可以考虑一下安德烈 年轻的时候 安德烈的弟弟皮阿尔王子小时候没展开 突然有一日 让你们感受下什么叫加油少年初长成 请大家把美丽打在公屏上 二王子精通英法德意四国语言还多才多艺 可惜也是英年早婚 娶了意大利世袭贵族世家的四小姐碧翠斯 媒体当时形容小姐姐是下嫁王子 因为她的娘家是那种拥有百年积业的 Oatman 家族里还出过数任红衣主将 碧翠斯本人是歌大新闻学硕士 做过意大利黑手党的女人这种听起来很虎的新闻调查报道 这对小夫妻的经历和人设真是比偶像剧还偶像剧 除了上期视频收看详细介绍 已婚的王子们 我真的不想多费笔墨介绍 比如英国的威延和哈利 小时候都是超门的金发正态 长大了一个成了地中海 还三天两头登上英国小爆八卦版 主题就是她出轨凯特王妃的闺蜜 不过说起凯特还有她那军师老母亲也是非常有料的 想听凯特一家攻心计的请扣2 而哈利王子取了梅根后 就从社会版面转型成了娱乐版面专业户 她那鸡飞狗跳的八点档连续剧 戳网七视频复习 好在乔治小王子还是很可爱的 有一度还领先了奶嘴外交 说起全球的流量王子 那肯定有初代网红之称的迪拜王子哈曼丹啦 中东的血统造就了她极其立体的五官浓眉大眼高鼻梁 人称王子中的吴彦祖 据说曾经还因为长得太帅怕引发混乱 被警方献住入境沙特阿拉伯 和大多数阿拉伯王子一样 哈曼丹的生活也非常的朴实无华且枯燥 家里的宠物都是真奇猛兽 比如非洲狮啦 豹子啦 白虎啦 大象啦 孔雀啦 我就想知道这些宠物在家里乱上厕所怎么办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曼丹王子的印象 日常画风就是爽朗的运动男孩 这种人设在国外真的超吃香的 你一会看到她去南半球掉海浅雪 一会又去北极圈滑个雪 还有冲浪跳伞足球排球登山骑马马术 感觉就没有她不会的 看这么优秀的王子 有些姐妹是不是已经在喜滋滋的脑补不可描述的画面了 告诉你们一个鬼故事 哈曼丹王子在去年5月正式迎娶了自己29岁的表妹 谢克哈公主 教力问一句哈 想看哈曼丹王子360度揭秘的解口衫 好了 放心 接下来的王子们都是达身汇图 首先有请来自丹麦的1号选手 米古拉王子 99年出生是丹麦女王的长孙 两年前为迪奥走秀 成了新近网红王子 她妈妈文雅力还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 和丹麦二王子约阿西姆的跨国恋 也是碾压少女漫画的剧情了 虽然如今两人已离婚 但情商超高的文雅力 哪怕已经不是王妃 但还依旧是斐特列宝女伯爵 而且丹麦王室关系维持得很好 改天和你们详细介绍 米古拉王子的设定很现代 她玩滑板游泳滑雪橄榄球 以及各种乐器 在学校和朋友一起组建足球队 热爱Deephouse音乐 还在丹麦电台节目担任客座DJ 这种多彩多亿颜值突破天际的王子 请给我来一把 91年出生的阿布图罗马丁王子 是文莱国王的第四子 也是文莱第五顺位继承人 很得国王老爸的器重呢 许多外交场合大号都亲自带小号链籍 文莱虽然整个国家的地盘 还没有我们摩多大 但是靠石油和天然气 让国库还是比较富足的 国王伯尔基亚的身价高达200亿美元 甩欧洲皇室几 了解 是最富有的君主之一 有哪位姐妹喜欢这种设定的吗 但是准婆婆好像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原来是一个可以娶四个老婆的国家 马丁的妈妈作为二王妃 嫁给了博尔基亚 但在2003年时 国王突然宣布和二王妃离婚 没有对外解释原因 说是二王妃有重大过失 总之二王妃的头脑没有正宫娘娘的好 失宠被贬后 国王开在她生养过子女的面子上 给她提供住所和巨额赡养费 但是钱太多可能会让人迷失自我 这位准婆婆六接二连三闹出 网恋被骗 赌场被骗的笑话 看来又要挖个坑来专门介绍一下了 也许是因为妈妈的原因 马丁的成长显得尤为努力 毕业于英国肖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 并顺利晋升中卫军衔 之后继续在伦敦国王学院 攻读国际政治专业 还拿下了英国伦敦大学 菲亚学院硕士学位 明明可以躺赢 却偏偏要靠努力 靠自己的才华 马丁王子的日常画风 就是行走的荷尔蒙 马球技术达到了专业运动员的水平 还曾代表国家队出征东南亚运动会 又是军人出身 Wow完美 接下来盘一下成为闻来王妃的好处 人家撸猫 你撸老虎 人家溜狗 你溜抱子 每天在大头容易迷路的皇宫里醒 再忘不到尽头的花园里看日落 开心了就在露天游泳池边上 看看报纸 喝喝下午茶 不开心了就去家里的车库 数豪车 车库里停了超过7000辆名车 还有各种各样的 只在电影里见过的跑车 游艇和飞机 当然最重点的是 这位王子至今未婚 姐妹们把冲压打在公平上 21岁的印度王子辛格 早在13岁时就被加冕成国王 他是扎普尔王室第303代传人 303代 厉害厉害 他也是扎普尔最后一位君主 虽然现在印度是民主国家 所以辛格的王室头衔 并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但他的地位仍然受到国人的尊重 辛格从小被按照国王的标准 培养荒大量的时间学习文科 也是印度公开赛马球杯中 最年轻的冠军 停介在马球上的成绩 入选了2018年 福穆斯30岁以下亚洲精英榜单 他每一世就喜欢环游世界 参加各种慈善晚会和时尚活动 辛格的时尚指数同样可圈可点 不仅为各种大牌走秀 20岁那年还登上了 印度版GQ10年特刊的封面 印度版的L还在2018年10月 刊用大篇幅刊登了他的专访 去年辛格还把自家皇宫中的一部分 挂在airbnb上进行出租 就这样他成为了airbnb史上 第一位有皇室血统的房东 这间位于皇宫内部的套房 每晚以8000美元进行出租 如果你足够有钱 可以住进去体验印度王室的待遇的同时 还可以试着偶遇这位王子 请大家把正态打在公屏上 06年出生的幽人王子 是日本秋霄宫亲王的儿子 作为日本王室41年来唯一的男丁 他将来会继承天皇皇位 小时候幽人王子会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 而被同学孤立 但到了小学四年级 他开始频繁地感受到 来自同龄女孩的火热视线 比如总有小女神公开说 我要荡归来的皇妃 提到幽人 她的姐姐真子公主与凤凰男的恋爱 也是年度超级大瓜 大家点上期视频吧 注意全程高能哦 和幽人年龄相仿的有比利时的 加百恋王子03年出生 小时候长着一张比利时王室祖传苦瓜脸 不过后来就长开了 他还有一个05年出生的弟弟 阿玛努王子 不少网友觉得阿玛努长得像陈冠西 美中不足的是他有阅读障碍 不过这对于一个王子来说 八四问题 前面我们比较疗巧地介绍了英国王子 再说几个大家比较陌生的宝藏男孩吧 是英国王室第26顺位继承人 确实排得有点远哈 小哥哥凤林21虽然没有王子封号 但他是玛丽特公主的亲外孙 也是正儿八经的王室成员 这位小哥哥很爱笑 是一名阳光大男孩 没事泡泡健身房身材 请大家欣赏一下 你们还满意吗 同为英国王室成员的路易斯斯宾赛 是哈里王子的堂弟丹娜王妃的侄子 在哈里和梅根的婚礼上意外走红 戳中大家少女心的可能是 她那修剪完美的胡须和宽厚的肩膀 拥有大约2亿英镑资产的路易斯 前不久还被媒体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 六大黄金单身汉基 至于另外五位 唉不用要挖心坑了 这位约旦的侯赛英王子 乍一看颜值 嗖嗖 但她笑起来有点呆萌 特别有亲和力 让无数女友粉沦陷 和其他王子一样 侯赛英镑会接受军事训练 现在已经是约旦部队中的一名中卫了 看看这制服look 请各位把man打在公屏上 希腊的康斯坦丁亚迪修斯 是希腊王储康斯坦丁的长子 姐姐是把英所玩的风生垂起的 网红公主奥林匹亚 这位小哥哥有一颗文艺青年的心 喜欢摄影绘画 她还有一个弟弟叫阿希利安德烈 长相妥妥的小狼狗 早在17年就公开过一个女朋友 不过只要没结婚 各位还是有机会的 话说兄弟俩似乎都是解控啊 挪威的马里斯伯格霍比 虽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子 但从小随母进入王室 长相散发着叛逆气息 可能因为长得又皮又帅 喜欢滑雪冲浪滑板等极限运动 不过一般硬汉的外表下 都有一颗柔软的心 抱着小兔子哈士奇动牛犬的样子 也很帅哟 那么问起来了 你最喜欢哪一位王子的颜值和设定 弹幕和留言区里分享吧 请大家也不要误会 觉得我是个肤浅的人 毕竟这期视频的主题是叫 全球王子图鉴 图鉴图鉴嘛 那就鉴个颜值呗 大家或许会觉得王室 是离自己很遥远的 其实不然 当今欧洲王室就出过华裔王妃 屏幕王妃就更多了 这些女孩都是因为自宣很优秀 在学校或名校里 以王姐有接触机会 从来开展了一系列浪漫 又狗血的都市传说 想看连赛的各位记得三连哦 是投币与三连 让我们能再续全员 关注我 加入黑传青年修炼小分队 让我们一起多学知识 多看世界 多谈恋爱 多赚点钱